我非常少提到一個病人 或是想到一個病人會想要罵人 這個洪小姐大概就其中一個 我很少想要罵病人 他在台中市醫學中心失敗N字 他來說那些醫學中心 法理是不過我叫他打針 他也沒有打針 所以害我失敗 就一次兩次三次 總共失敗了三次 來找我們 我們打針取軟 有一顆胚胎4A動起來 那植物的時候是8A 直進去沒有切片 42歲喔 那時候 他來的時候是狗著那個 他有一次去印尼玩 結果就碰到一個 中東來的帥哥就嫁給他 那你知道印尼很多回家嘛 伊斯...伊什麼 穆斯林 那他來我們醫院也是包著這樣子 那他可能信了回家 所以好像很怕人家知意他 嫁了給一個中東的黑皮膚的老公 我豈然那天才終於看到他的老公 長得真是帥 但是是中東的 歐嚕嚕 那他可能怕 嚇得老公是中東 穆斯林嗎 還是說他的新人是回家 總之他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都會這樣都看習慣 好像怕有人偷聽什麼的 好了 我們一次成功也就算了 他在四周的時候用黃體師 五周就... 怎麼聯絡都聯絡不到 因為我們很擔心他黃體師不夠 造成流產 然後他的朋友來做四款銀河同時洗 我們透過他朋友跟他聯絡 他也不理 那我們都很擔心 後來從他的朋友間接得住已經生了 我們知道四款銀河是我們一定要把新生兒的 難道你的幾周生的櫻桃產還是保護產 體重多少 這個一定要報給國劍署 你做四款銀河中心的時候 到每家四款銀河中心一定會給你簽一條 你出生的資料一定要告訴四款銀河中心 或者的話 四款銀河中心跟你都違反人工聖執法 那後來是他沒辦法 後來我們終於發現他的先生那個 中東的那個 歐盧盧的那個先生 在那裡上面有一個帳號 我們就寫給他說 你不給我們資料是違反人工聖執法 你我都要受罰 他才不甘不願的把小孩子的中小給我 我都覺得很奇怪 在一切中心 失敗三次他就一直罵那一家 那我們一次讓他成功 那我們也不要說他感謝 因為伯恩副展哥本來 本來一次成功本來就是天經第一的 伯恩副展哥一次成功本來就是應該的 我們一次成功他應該不要說感謝 至少基本的你要給我新生兒資料 也沒有給我們 那國電署一直跟我們吹 我們說我真的找不到人 那國電署說盡量盡量盡量 因為這個違霸結案很麻煩 有時候我們醫院會受罰的 所以你如果做事管銀河 尤其在伯恩副展哥 你至於看你簽的同意書 上面有一個 你如果不提供新生兒資料 是違反人工聖執法 病人跟醫院都似喔 所以不要開玩笑 我們幫他懷疑成功 理論上即便不是朋友 起碼也不至於到仇人的地步 為什麼不給我們 那為什麼五週以後就消失了 總之 他是不是信了穆斯林 還是說他嫁了一個中東的 黑皮屋的先生 然後就 我總覺得他在跟我講話 都是一直 東看膝蓋好像是有人在脫櫃他 很奇怪 難道信了一個回家 或者穆斯林 難道叫了一個中東的老公 就會變 變了一個人嗎 不知道